兄弟们上次呢我开了六盒这个奥特橡皮人偶盲盒第五弹 只开出来这个欧布奥特曼的小隐藏款 上次呢也是非常的欧气啊 这个小隐藏款也是非常的好 对不对 但是呢你们要知道这个奥特橡皮人偶第五弹 最稀有的可是奥特之王的特殊隐藏款 然后呢大隐藏款可是终极赛罗啊 这肯定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是不是 必须的 我家里呢现在还剩五盒这个奥特橡皮人偶盲盒第五弹 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电子称来避避坑 据说啊这个称的越重的这个盲盒 开出大隐藏款的概率就是越大 真的假的呀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今天咱们就见分晓好吧 欧布奥特曼请到边上去 我们先来称第一个好吧 来看一下这个是多少 19.6克 19.6克啊 这个不是很重对吧 来我们来换一下这一盒 19.8克也不是很重 来我们来换一下这一盒 这盒不一样了 20.1克 这个比较重一点啊 来我们再来换一下这一盒 兄弟们兄弟们 这一盒不得了 22.9克 这盒很重啊 出那个隐藏款概率很大的 来再看一下这一盒 21.1克 这个也蛮重的 来这两盒应该是出隐藏款 概率非常大 这三盒淘汰不要了啊 中国第一艘航母叫什么 兄弟们 那么第一盒我们先来猜这一盒 21.2克的吧 兄弟们别眨眼睛啊 这个应该能出隐藏款的吧 来注意啊别眨眼睛 来看一下啊是黄色的 我去这不是隐藏款 这是一个德克奥特曼的XP卡 哎呀 失算了失算了呀 来接下去我们就来猜这一盒 23克就是22.9克的这一盒吧 好吧 来别眨眼睛好吧 来注意了注意了 这个应该能出隐藏款 来看一下是谁 是谁 我去 银色的 我去这个也不是隐藏款 但是它有22.9克 西多拉姆的 这个重量还是比较重的呀 全身是银色的 漂亮还是蛮漂亮的 这个隐藏款 我估计得大概有25克左右 才能出隐藏款 但是如果说奥王隐藏款的话 我估计得27 8克吧 那个肯定是比较重的 是不是 可是那边 episod 还不是 如果计划 我论 副 杰 钥 钥